第二位是王劍寬 我想台灣所有做民間宗教的 如果沒有他請意 把他認真蒐集 然後這些東西出版 我相信民間宗教頂多頂多 只留以少數學者的密本研究 或者是少數限略性的革命管的研究 那我想這個王劍教授他做我們的精神 大概我們都知道 你來自盜一番 請 李老師 有沒有 這個又關掉 對 你直接用一個給他都不要再切 李老師 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首先要先提醒道本 這個要注意一下新聞封重創立開始 就是小型的出版社 你千萬先不要野心太大 因為你的宗教跟文史哲 這是你兩套主線 其實就限定了你就是非常專業的出版社 因為這個出版業不好做 現在依然如此 寒冬已經將至 正在發生中 所以這個先要先確定了 然後我們談過去的貢獻很簡單 因為這個idea是去年尾牙的時候 我稍微提了一下 沒想到執行力很快 所以那個道本的優點就是執行力 但是我要先確定一下你的兄弟姐妹在場嗎 沒有 那個還沒有確定之前 先不要再 就只有在道本的面前才能講接班 其他的千萬不要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例子 不過各位知道三明書局的例子 就知道了 因為我對這個方面比較喜歡去打聽 所以 我知道有一些事情 我們提前 我們是好意 但是有時候會帶來一些困擾 反而會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當時為什麼會提議說 應該跟高先生做個米獸 然後主要是要把這個台灣戰後出版史 還有新聞風 主要是新聞風的 他是有貢獻的一個出版社 那如果你們自己不做 大概很難期待別人來做 所以第一個問題絕對不用質疑 因為有貢獻 所以各位才願意來共襄正局 那早上那個自傳真的拍得不錯 這個紀錄片 那高老闆就講了一個 就是他為什麼去從事出版行業 他為什麼去出大賬金 那讀者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出到賬 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又講了第二個問題 他一生最大的投資 就是敦煌保賬 其實他所有的投資裡面都沒有賭注 就敦煌保賬完全是壓身家 如果錯了就新聞風就拜拜了 但他壓對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大膽的賭注 這個是非常令人家欽佩 所以我也是建議就是說 道統先盤點新聞風 目前你的出版上的優勢 這個部分先要穩住 那這個出版優勢 就是你以前集中的宗教的出版 跟文史的出版 那這兩個東西 它其實有一個最大的買主 就是國內外圖書館 所以你的出版要先符合這個 那要牽涉到 除了那個田野的資料的部分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牽涉到古籍複製的問題 古籍複製其實要注意一個原則 就是你的封面 就是你的印殼的封面是可以做改變 但裡面不要做過度整理 當你的內容被人家懷疑你有過度整理的時候 其實他就不相信你 你就賣不出去了 哪怕你是好心說他不清楚 我去把它描清楚 甚至用同一個東西把它貼上去 其實都會導致信任感的喪失 那信任感喪失學者就不會用 他不會用就不會跟圖書館推薦 各位知道台灣的圖書館 百分之八十館長都不是做學者出身的 所以沒有學者推薦館長是絕對不會來買這些書的 所以這一個要特別先注意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定要去開發新的 一個出版社如果都沒有新貨 那永遠就是在賣舊家庭 你各位知道這個我們出版社最大的敵人不是來自台灣 是來自於大陸 因為文史大陸是強項 只有宗教大陸是沒有發展的餘地 但是台灣的宗教出版很容易 但是要在大陸銷售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優勢跟你的一些困境 那宗教方面呢 你盤點一下佛教方面 我實在是想不出來下一步要出什麼 你唯一就只有往通俗佛教 那通俗佛教的東西要去哪裡找 可能要跟我們民間宗教的大家一點合作 也要跟道教一點合作 因為他們當時候可能就是在同一個生態 那其中有一個很大的來源就是做道教田園的時候 也會撈一點相關的東西 所以他基本上是應該是畫你這個所謂的佛道啊 民間的這一些既有的出版的一個啊 這個邊界 然後去把這一方面呢 這個公佈 那道教呢 還好有那個王秋葵老師 還有那個李老師 還有那個勞格文他們的協助 就田野的部分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不可替代性 但是他們是因為有計畫 所以為什麼出版社要跟學者要有緊密的結合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計畫支持 出版社怎麼有辦法請那麼多人去做田野 對不對 但我只要提醒你那個權力的問題要清楚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繼續好好做 那根據我的估計 大陸要在這一方面恐怕要五年以後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跟他們提議 他們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不會有了 大概這個東西就念了 那民間宗教現在也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很難再新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為什麼轉向為善書 我做的是收集善書賣善書 勸大家做好事總不會有問題了吧 我不會有非法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其實告訴大家 要影響大部分的民眾 不管是佛教、道教、明天宗教 最後就是以善來cover 所以這也是我們回饋社會 其實我們印善書賣善書 其實也是提供一種善書的再造 歡迎所有的人買一套回去以後 把它現代版 懂懂 現代版以後呢 然後你只要住民 原住於清溫峰 那就是幫我們做好事 這一點就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個即使就是說你既有的優勢下 你要在延續方面即使就有點傷腦筋 那這個先盤點清楚 然後把那個已經沒有辦法再賣得動的 或是有強勢的競爭者這塊呢 盡量把它降到最低 就像剛才廖老師所講的 你如果要再重置大陣仗 我真的替你擔心 現在所有人都吸貝塔上去 所以根本不需要參考大陣仗的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你還不能集中民心以後 沒有入贊的那一些 就民心會入佛贊的這些精卷 你可以委託廖老師 他們把它集在一起 這個 因為他沒有辦法找到 快速找到 所以你要花一點錢 這個是可能要變成你的一個重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剛才聰偉講的 你的電子資料庫的問題 因為這是你最後 你最後資產的展現 也是可以最多利潤的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他的科技日經月異 那個成本不曉得會怎麼樣 我們也很難講 我們也很難智慧啦 但是這個我是請你要慎重一下 這個不妨先諮詢一下 這個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是覺得 就是聰偉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新文風又賣資料 所以比較不重視行銷 這部分其實可以一下 因為那個第二代一定要 跟第一代有聯繫又不一樣 你們重行銷就是現代的特徵 對不對 跟新的年輕人 那個重新接上軌 因為文史的部分 跟這個宗教的部分 其實你要既買他去買套書 個人是做不到 他只有個別的書 那辦個別的書 其實只要不虧本 都是做朋友 就是我們用好的新的方式 去讓這些年輕人接觸到 傳統的東西 那將來有一批人 因為這樣而變成學者 他才有辦法推薦 或是買更貴的東西 所以你做那個單本的書 其實就是在做三次 坦白講一講 大概作者都沒有什麼稿費 所以如果你做好看一點 應該是會安慰他們一下 因為作者應該很清楚 他沒有辦法靠個人的著作 賺什麼錢 這是不可能的事 有人讓你不出錢 然後讓你的作品 穿上好衣服 跟全世界見面 你就應該要感謝了 所以這方面其實你可以做 但是他不會賺錢 你只要維持少虧 其實就是在搭品牌 因為各位知道 就新聞風 他講的很保守 其實在行銷上沒有花太多經費 對不對 據我所知 他套書的行銷是另外一個部分 這個其實你可以做 甚至你可以嘗試別的業務 比如說你的家人 或是你覺得對小說這一塊有興趣 你可以開一個小小的子公司 我就讓他去做小說 因為我就碰過一個出版社 叫藍牌出版社 他以前做文史 賣魔中山 後來要倒掉 結果突然隔一年 非常的賺很多錢 他轉到廣路小說 所以然後後來我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還要做套書 他說我就是用小說賺了錢 去做善事 就是出學術套書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而且他年紀很大 60歲 所以絕對 如果你往這方面開一點 你絕對可能造出一點新的風潮 更何況你的下一代 或許也會考慮一下 原來做出版還蠻酷的 這個不妨看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這個既有的特色 有一個東西萎縮得很快 就是東煌的東西 我們在台灣幾乎 如果你要做幾乎沒有市場 對不對 這就很殘酷了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把公司裡面 以前很重要 現在呢 鄉庭之下沒有那麼重要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用什麼方式 讓他再一次變成我們的一些財富 這個你可以去盤點一下 那重點就是在我剛才講的 你要有不斷的貨源 然後可以嘗試一些 不會賺錢 但是他有可能性的東西 我最後講一點就是 可能大家不願意去談 在線應該沒有業界的人 有 有業界的人 現在真的很難做 因為在大陸 如果大陸有做 我們也有做 很難競爭 對不對 然後如果做大陸沒做 我們很難進口 很難出口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一時性的 因為我今年 今年3月剛在大陸出一套 官地的資料警32成 我才知道真的是 再怎麼點都下面都有對應的方法 原來審查的時候呢 是國家圖書館 申請 書號都批下來 他們不敢做 因為政策緊縮 後來他們跟我說放棄 我們就半年後就覺得放棄 突然就說要印的 因為他找到另外一家 就是那個 類似像在賣古物的 然後他們去承收 然後以前被刪掉的全部復原 就是他拿到書號以後 要出版錢全部加上去 結果一個完全沒有被改過的東西 重新出版 而且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現在衝到一個問題 因為他官地只能掛在道教的系統 所以他們最擔心的是 中國道教會去干涉 因為他們在考慮 官地是不是道教神明 因為旅動病已經被他們刪除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外在環境的變化 對出版界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收集新的東西 或包含買新的資料書 在大陸 他現在有個風險 叫國安問題 這個國安問題 可以大陸給你 也可以台灣給你 我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這兩年我都不會去大陸 因為你只要民國以前的都是無故 所以他很容易 兩邊都可以給你扣一個名字 所以未來的貨源 有一段時間會短缺 我是建議你 你不妨再跟史語所談一些出版計畫 雖然俗文學吃了一點悶虧 但俗文學這套還是真的大陸沒有的 他非得要跟台灣買 而且這套是不會受約束的 就沒有禁止的理由 那個史語所就以前大陸的時候 那個時候收集的優點 所以這方面國內的圖書館 還有一點空間可以提供一些 既可以賣大陸 然後又不會有政治的干擾 又有強大的利潤 只差的就是 如何在大陸的二三線的大學去推 這方面可能是你要去商老心的 要找一個可以拓展海外市場的業務人才 不妨可以找在大陸就學的 可以考慮看看 就是出版情報人員 去專門幫你去推 因為二三線其實錢很多 他就是沒有人告訴他們要買什麼 這個你不妨參考看看 我就先講這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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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人了 OK好 王老師講的 王老師大概對業界比較熟 其實是這樣 其實我們公司比較特殊 剛剛廖昭老師講到大上京 其實我們大上京在大陸還賣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說 學術界其實大上京這個市場差不多已經滿了 全世界的圖書館大學該有的都有 而且都不只一套 其實現在我們的大上京跟正統道障 跟這些經典賣的都是寺廟 都是寺廟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是 其實我們跟北京有打過一些招呼 所以我們的數以班來講 近大陸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運備很貴 他們有告訴你們就是從哪裡走 然後我們就是從哪裡走 什麼時候可以走 然後運費非常貴 有時候運費跟書架可能都 最近那個宗教博物館陳管長 有一個書要過去 結果我算了之後 那個運費比書架 比英字貝還要貴三成 對 我就跟陳管長說 這樣我找另外一家出版社 大樓出版社幫你去處理好了 這個 那至於說稿件來源 其實這是我一直 這麼多年 我想我們家的編輯也知道 我一直對這個事情一直很 一直很 也不能說憂慮吧 一直在想的事情 怎麼樣出新的東西 怎麼樣能夠有新的東西 能夠繼續做 就像王老師講的一樣 東煌的東西大概就這個樣子 東煌寶上當時印了2500套 愛玩現在大概剩4套吧 賣完就賣完了 那個 這個是我在出版界被人家 罵最黑心的一套書 當年出來是36萬一套 那時候一九八幾年算是36萬 然後48 然後我還說調到48萬 然後調到72萬 現在定價是96萬 大概我明年就剩下一套的時候 就看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 就是愛要不要隨便 你要就是一百五十萬一套 我現在是準備這樣 請他 一百五十萬請他 因為這種說真的 因為像我們這種文獻類的東西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我便宜給你你也不會要 這個是比較特殊 但是就像老師講 這個東煌類的東西 真的在我們比重 我們社會越來越低 因為台灣的學者沒有 台灣沒有學者寫 也沒人研究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大陸他們那邊 敦煌似乎非常的熱 所以說大陸他們 有好稿子有好資料 他們寧願有在自己國內出套 不會拿到台灣來 那老師談到說那個 民情會入帳的這一部分 其實他是 我有考慮過 其實我真的有考慮過 這個可能要花點時間來做 因為有些東西 新的東西出來之後 學界怎麼會用 或是他們怎麼知道這個價值 這需要宣傳 這需要宣傳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宣傳 其實目前還是停留在 一線城市跟一級大學 這比較多 二三線城 像老師講的一樣 嗯 有時候我們的觸角觸不到 摸不到二三線大學 他們這些大學 也大會出來跟我們碰面 那我們一去呢 也不知道找誰 大陸在畢竟他在這一方面 也說還是滿講究 這個關係跟這個認不認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可能我前面兩年比較懶一點 比較沒有努力跑 也許明年呢 會 明後年會找時間 這個還是不能夠只靠 所謂的印第驗 印書目這樣 還是要自己過去 自己過去 再去處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老師 那個二三線的很好 很好接觸 因為道棚你們賣得很好 兩岸圖書交易的時候 一年有兩次嘛 其實因為新聞門很快就交易完了 所以都沒有出現 他們那個二三線就是那兩次 因為他要享受招待 所以他們的那些人員都會出現 因為我們比較懶 因為我們經常還沒有到那個書就賣完 所以他們沒有到你的地方去標嘛 所以其實現在是要留一兩個 就拿影片用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 因為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大陸也很好玩 因為我們參加大陸這種 這種圖書交易會或什麼 其實他們的那些經銷商 不希望我們直接去跟大學的人接觸 不希望我們單獨接觸 就要接觸可以 但是要他們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大陸是這樣子 比如說現在李老師正大的來跟我談 談了之後呢 本來正大應該是透過廖趙亨老師這邊來 就透過 李老師發現說 欸 謝老師這邊呢 價錢少五帕 我就是吵笑 因為這個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這個聯金的那個 我們那個選美姐在這個地方 也知道大陸的生態就是這樣子 他們有時候不大喜歡我們直接跟圖書玩 就私下有太多的溝通 跟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書 像我們去年的那個 那個夏敏圖書教育 表昂圖書教育會 我們好像第二天書就賣完了 所有的庫存就全部都賣光了 賣光了然後他就跟我說 高總你們可以出去玩了 沒有關係 那我幹嘛 因為我參加過四次 所以我知道你們的情況 其實他的情況是 你跟二三千人交易以後 他想買你就要請他透過你們的代理商 對 因為你沒有透過代理商 直接到公司來進貨的 你書寄進去以後都會被沒收 所以到時候會兩邊都會糾紛 所以他們 這個是因為 他們很清楚 對他們很清楚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大陸做生意 大家不大喜歡 有時候就是很麻煩 就是有些東西 在台灣 我們都覺得很輕鬆 很簡單 自然的東西 到那邊我就搞得很複雜 很複雜 有時候 有時候就不大想去控 第二天 我覺得到我們剛才講一點 是我完全沒有考慮到 因為以前我們在台灣 編宗教書設定是 台灣的宗教團體跟寺廟會買 結果全部都沒有 然後完全沒有想到 大陸的宗教團體跟寺廟會買 所以他們為什麼他們會買這種書 你們可以做一片好好的研究 因為我們在台灣出書 完全是想錯了 台灣的宗教團體跟寺廟都不會買了 道教如此 明天宗教才是如此 佛教已經賣光了 對 所以才是你講的新鮮項類 這個是我很驚訝 大概就這樣 OK 那至於說各位老師 如果有好 其實我現在對老師的專屬著作 其實是我更有興趣的 對 尤其是如果各位老師 你們有博士生 有博士論文 想要寫成書的 那你推薦一下 我們會 我們會有一套叫 我們是鼓勵年輕的先從博士生開始培養期 那像王先生老師跟謝崇維老師 你們已經算是老師裡面很厲害的 教書之餘還有時間去寫書 現在太多的老師是 光是寫paper就已經快累死了 沒有時間寫書 這個其實是我很苦惱的事情 我一直很苦惱 就是說我在台灣我現在找不到 找不到老師寫 寫個專書或一個 像那單獨的這種專書 現在基本上沒有 那等到老師能夠退休了 你們又不想寫了 這個 這個那個王國陽老師 李聰明老師 幾個老師 我都這樣講 老師你們退休是可以寫 結果 王老師你什麼 你的考試什麼是要給我 都沒有人要寫 這個是我們出版社的 我們出版社的問題 我們出版社沒有稿園 沒有活水 我就沒有新的業績 對 其實我們當然 你說也是說 台灣的剛剛那個 南天的魏先生小偉 我們兩個其實很好 我們兩個剛剛在下面 抽一量的快一個小時 然後台灣出版社搞到這樣 怎麼辦 我們沒有稿園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好的沒有可以拿出來東西 我們怎麼辦 其實我們大家也是 有稿園真的是 就是繼續努力 然後想辦法 想辦法 有特色的小吃店不會大 真的 所以不用擔心 會困難 但是他永遠有需求 對 OK 謝謝老師 好